車來到台南這家知名牛肉湯的停車場 等車位 兩名員警直接走過去 開出違規罰單 這下牛肉湯還沒吃到先吃紅單 原因就是在外側車道零停並排 會導致其他機慢車 被迫擠到內側車道行駛 很無辜 我覺得警察如果要來抓的話 要先進來勸導一下 就是先講一下 總不能為了說要停 要吃東西 然後一直煮在後面的交通 也是滿危險的 實際到這家牛肉湯店 兩名員警在附近只會交通 因為附近的車流量不小 光是二十五號短短二十分鐘 員警就開出四張違庭罰單 有民眾目睹全程 上網呼籲到這用餐要小心荷包 不少網友看了紛紛都說 並排占用車道是可以的嗎 這裡根本就是開車地獄 也有人說不排隊停車 難道是要大家一起玩 繞圈打富翁嗎 沒有告示牌 他也會宣導說 這邊是紅線不能停車 但是有些客人就是認為說 停一下沒關係 我統計一一二年迄今 本分局針對運農路段違規停車 取締計五百九三件 臨庭不是不行 但是如果沒有僅靠右側 可以按照稻交罰五十五條 開罰三百到六百元 就算民眾只是想吃碗牛肉湯 造成交通大亂就是不行 三類新聞王少宇 灰山台南報導 大約是高鐺 五千旅 高鐺 九千里 已此二十五百元 大概壞да vão 從